不知道President沒有任何程式 因為我還來不及寫資訊 寫完文件後 然後時間就差不多 那我先來分享一下 什麼叫D號 因為其實那個 現在有許多專案 會跟D號這東西有關係 但是D號這東西其實很難 就是現在用到 用到會需要蠻大的門檻 我覺得 所以我這邊 我是先 今天就先花時間寫一個文件 想要整理一下 就是跟 如果大家想要玩D號這東西 哇 需要一些什麼樣的基礎知識 因為D號會用到 一定要像環瓶書啊 國有地啊 土地買賣之類的 我先問一下 有沒有人知道自己家裡的D號在哪裡 知道 沒有 應該沒有 對 OK 所以 那我 既然沒程式的話 那我就把它當作一個教學好了 三分鐘解決 就是 D號的話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就是台北市中正區 城中 什麼什麼什麼段 然後什麼幾小段 然後幾號 然後號碼會分成大號跟小號 所以它的結構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如果之後你要得到一個D號 你想去查譬如它的位置在哪裡 去查它的那個公告地價 什麼地價 然後它的都市計畫的 使用 使用的那個目的是什麼的 那都是用這個 用這樣子的東西來查的 那再來有一個叫EasyMate的網站 就是最下面我寫出來 在那邊是可以透過 這兩個應該都 現在不行 上面就是可以透過門牌號碼去查到D號 所以 如果你想要知道你自己家裡的D號是多少 然後你可以上來這邊把它查到D號 然後你可以再去各縣市的地震事務所 再去查說你家的那塊地區 公告地價多少 或是甚至你可以去查說現在所有人是誰 買賣的紀錄之類的 那麼要知道的幾樣東西就是 第一個就是 它的結構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然後有一個很重要就是 D級是由各地方的地震事務所所管理的 所以如果你要查D號 換名 要什麼 你要查一個D相關的資訊 你要知道它的地震事務所在哪裡 然後其實D級這東西是從日誌時代就延續至今的 所以它有個很好玩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回推回日誌時代的地址長什麼樣子 所以像 我剛剛 龍山國中 它現在D號是台北市的 萬華區 萬華段 一小段 626號 然後 首先萬華段 它是在台北市建成地震事務所 所以進去裡面可以查到說 它在之前就是做D級車重備以前 它其實是八甲段 一小段 21D號 然後維基牌科上可以找到有一個日誌時代的舊體名列表 可以找到 八甲段以前就叫八甲挺 它名字沒有改 所以 龍山國中 它以前的地址就是 在日誌時代是 八甲挺一丁木 21段 就是原來的一小段其實就改名叫一丁木 所以其實大家有興趣的話都可以看一下 就是自己 假如你住的地方 在日誌時代就已經是有住人了 那可能你就可以回推回去 以前在日誌時代 你加地址是多少 那再來就是 要去 如果接下來有些人想要做一些比較研究一些資料連結 或什麼 要注意就是一些相關的代碼 例如說 用到D號的時候需要一個 第一個是縣市的代碼 縣市的代碼是有這樣子 台北市A 台中市B 然後這個東西是跟身份證的第一碼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想要看完整的對照可以進去裡面看 那比較特別是像L 台中縣 R 台南縣 S 高雄縣 升格之後其實 雖然說在身份證上已經不用這三個字了 但是 舊的事務所在那些位置 都還是沿用LRS這個字 然後事務所的話 事務所列表可以到這個裡面看 可是裡面後來發現他資料還蠻舊的 就是像有一些新的事務所 台中隆景事務所 他就沒有放進去 那邊我已經在他下面有回 comment 請他那邊修正 所以如果想要知道事務所 事務所的代碼就只有兩位 第一位是原來的縣市代碼 第二位就是 就是他事務所的代碼 然後再來就是 有斷名 就是有斷名之後就可以查到一個 就是斷名加上代碼 就是他那個整個斷名的代碼 前面兩碼就是他的事務所是什麼 然後後面是數位數就是 斷名對應到的 例如說像萬華段一小段 他的代碼就是AP0143 然後復興段就是 這個台北市復興段是LA 不是台北市 這是台中 所以這邊 我這邊放這個範例也是 台中市有L開頭也有B開頭 因為這本來 這個復興段原來是在台中縣的 所以他沿用過來就沒有改這個字 那麼如果想要去查的話 這個地方是內政部的那個 地政司裡面 它是可以查到很多 例如說這個變化的過程或什麼之類的 那我之後也會慢慢就把這些資料挖出來 然後把它整理好 那要注意就是 同一縣市同一段名 有可能會是不同 就名稱一樣但是不同段 例如說台南市 它有三個正義 整個台南市有三個正義段 特別是中西區的正義段 它的代碼是這個 然後南區的正義段是這個 然後仁德區的正義段是這個 而且還是不同的就是 事務所什麼都不一樣 那同一事務所 也有可能有同一段名 但是其實不同段的 例如說像 新北市也有正義段 然後正義段 有一個都是在三重事務所 但是裡面卻有 一個盧州跟三重 講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今天要分享段名這個時候 你不能只說我是新北市正義段 然後幾號 那這樣子可能出來結果只有兩筆人 OK所以 就大概就以上 所以如果接下來大家要研究一些 譬如都更啊 或者是環評什麼 裡面看到有段名的時候 就可以開一下這篇文章 然後看一下 就是先了解一下 跟路段有關的一些 那個基礎知識 下面這邊就可以查到一些東西 或是如果找不到的話 也可以像是那個前面 我說查那一支時代方法 因為其實好像民國六十幾年 有做過一支地籍重慧 那個時候其實 那個如果你知道 是民國六十幾年以前的 可能那時候段名 跟現在段名會差很多 所以可能要有一個先去 事務所去查一下 怎麼對照的方法 然後再把它對照到現在的 然後再去 Easy Map 或是國土策略中心去查一下 現在的過程什麼樣子 謝謝 謝謝